一大岛就离开了Kolanta 来到,经过了差不多五个小时吧,我想 才来到了Kolipay Kolipay是一个,我觉得呢,是一个很拥挤的小岛 岛不大,我觉得很拥挤,街道非常非常小,也没有什么建筑 这个小岛有三面都是沙滩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,这叫Sunrise Beach 它还有一个Sunset,然后南部,就是那个渡船 那个叫Speed Boat,靠岸的地方是在南部 那里可能水比较深一点 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南部,船靠岸的地方 沙滩 然后再往这边移的话,这就是西部,叫Sunset Sunset沙滩 待会儿我会有那边的渡船 从上面往下看,这个海水的这个颜色呀 都很漂亮 实际上下面这一块块的黑实际上是 有很多那个小fish的壳在上面 长在上面的石头 很容易就把手脚给划破 很容易就把手脚给划破 就把手脚给下来 达到很快 这边把手脚给划破 cul 鱼 鱼 2 2 3 中文字幕——YK 现在这里是西部Sunset沙滩 Sunset这时候正好是Sunset的时间 可以看到夕阳都过去 Sunset地区这边也是很 很漂亮 但是也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消费中成的石块在水里面 很容易划破手脚 所以这个沙滩不适合游泳 不适合进水里游泳 至少我下雪一下干嘛就出来了 就那我也被划了手和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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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里就是他们最繁忙的一条街道 很窄 叫做步行街 Walking Street 上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店铺 但主要的还是饭馆 海鲜餐馆啊什么bakery啊什么的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说他跟Cofifi的主要街道比起来 他的水平还是差多了 主要是他们商店 现在这里商店的规模和水平呢 我总觉得有点太差 这里有点太差 所以我只订了两天的旅馆在这边 就不准备在这里 多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您可以吃一碗蛋糕 鸡蛋和鸡蛋 好 谢谢 我出了 我刚才吃了一个刚才点的那个Rohi之外 就是泰国的煎饼 然后我又看到有一家卖mango sticky rice 是一种甜品 也不错 然后基本上就吃饱了 好了 这条街还是挺长的 还要准备着明天出去 所以说今天就到此吧 再见